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第一章 提阿非罗大人啊 有好些人提笔作书 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 是照传道的人 从起初亲眼看见 又传给我们的 这些事 我既从起头都详细考察了 就定义要按照次序 写给你 使你知道 做学之道都是确实的 当犹太王希律的时候 亚比亚班里有一个祭司 名叫撒加利亚 他妻子是亚伦的后人 名叫伊丽莎伯 他们二人在神面前都是义人 遵行主的一切诫命礼仪 没有可指摘的 只是没有孩子 因为伊丽莎伯不生育 两个人又年纪老迈了 撒加利亚按班次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份 找祭司的规矩撤迁 得进主殿烧香 烧香的时候 众百姓在外面祷告 有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向他显现 撒加利亚看见就惊慌害怕 天使对他说 撒加利亚 不要害怕 因为你的祈祷已经被听见了 你的妻子伊丽莎伯要给你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他起名叫约翰 你必欢喜快乐 有许多人因他出事 也必喜乐 他在主面前将要伟大 淡酒浓酒都不喝 从母腹里就被圣灵充满了 他要使许多以色列人回转 归于主他们的神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 行在主的前面 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 叫悖逆的人转从义人的智慧 又为主预备合用的百姓 撒加利亚对天使说 我凭着什么可知道这事呢 我已经老了 我的妻子也年纪老迈了 天使回答说 我是站在神面前的家百列 奉差而来对你说话 将这好信息报给你 到了时候 这话必然应验 只因你不信 你必哑了 不能说话 直到这是成就的日子 百姓等候撒加利亚 差异他许久在殿里 急着他出来 不能和他们说话 他们就知道 他在殿里见了异象 因为他直向他们打手势 竟成了哑巴 他供职的日子已满 就回家去了 这些日子以后 他的妻子 伊丽莎伯怀了孕 就隐藏了五个月 说 主在眷顾我的日子 这样看待我 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 到了第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 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魏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他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问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 玛利亚 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伟大 成为至高者的儿子 主神要把他祖大魏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 直到永远 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硬币 因此 所要生的圣者 必成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 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 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 问伊丽莎伯安 伊丽莎伯一听玛利亚问安 所怀的胎就在腹里跳动 伊丽莎伯且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着说 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 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 这是从哪里得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 一入我耳 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 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 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 我的救助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 为我成就了大事 她的名为圣 她怜悯敬畏她的人 直到世世代代 她用绑壁施展大能 那狂傲的人 正心里妄想 就被她赶散了 她叫有权柄的尸位 叫卑贱的身高 叫饥饿的得宝美食 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她扶住了她的仆人 以色列 为要纪念 亚伯拉罕和她的后裔 失怜悯直到永远 正如从前 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玛利亚和伊丽莎伯同住 约有三个月 就回家去了 伊丽莎伯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一个儿子 林丽亲族听见主向她大师怜悯 就和她一同欢乐 到了第八日 他们来要给孩子行歌礼 并要照她父亲的名字 叫她撒加利亚 她母亲说 不可 要叫她约翰 他们说 你亲族中没有叫这名字的 他们就向她父亲打手势 问她要叫这孩子什么名字 她要了一块写字的板 就写上说 她的名字是约翰 他们便都稀奇 撒加利亚的口立实开了 舌头也舒展了 就说出话来 称颂神 周围居住的人都惧怕 这一切的事就传遍了犹太的山地 凡听见的人都将这事放在心里 说 这个孩子将来怎么样呢 因为有主 因为有主与他同在 他父亲撒加利亚被圣灵充满了 就寓言说 主 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引他眷顾他的百姓 为他们施行救赎 在他仆人大卫家中 为我们兴起拯救的脚 正如主借助从创世以来圣心知的口所说的话 拯救我们脱离仇敌 和一切恨我们之人的手 向我们列祖施怜民 纪念他的圣约 就是他对我们祖宗亚伯拉罕所起的事 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 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 坦然无忌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 孩子 你要成为至高者的先知 因为你要行在主的前面 预备他的道路 叫他的百姓因罪得赦 就知道救恩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 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 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印里的人 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那孩子渐渐长大 心灵强健 住在旷野 直到他显明在以色列人面前的日子 路加福音第二章 当那些日子 凯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 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策 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 头一次行报名上策的事 众人各归各成 报名上策 约瑶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 到了大卫的城 名叫伯利恒 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 要和他所聘之妻 玛利亚一同报名上策 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 他们在那里的时候 玛利亚的产期到了 就生了投胎的儿子 用布包起来 放在马槽里 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 在伯利恒之野地里 有牧羊的人 夜间按着羹刺看守羊群 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 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 牧羊的人就甚惧怕 那天使对他们说 不要惧怕 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 是关乎万民的 您今天在大卫的城里 为你们生了救主 就是主基督 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 包着布 卧在马槽里 那就是记号了 忽然有一大队天兵 同那天使赞美神说 在至高之处 荣耀归于神 在地上平安 归于他所喜悦的人 众天使离开他们 众天使离开他们 升天去了 牧羊的人 彼此说 我们往伯利恒去 看看所成的事 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 他们急忙去了 就寻见 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 又有那婴孩 卧在马槽里 既然看见 就把天使 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 凡听见的 就诧异 牧羊之人 对他们所说的话 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 存在心里 反复思想 牧羊的人回去了 因所听见 所看见的一切事 正如天使 向他们所说的 就归荣耀与神 赞美他 满了八天 就给孩子行割礼 与他起名叫耶稣 这就是没有成胎以前 天使所起的名 按摩西律法 满了洁净的日子 他们带着孩子 上耶路撒冷去 要把他献于主 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 凡投生的男子 必称圣归主 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 或用一对斑鸠 或用两只除歌献祭 在耶路撒冷 有一个人 名叫西面 这人又公义 又虚称 素常盼望 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 又有圣灵在他身上 他得了圣灵的启示 直到自己未死以前 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他受了圣灵的感动 进入圣殿 正遇见耶稣的父母 抱着孩子进来 要照律法的规矩 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 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 称颂神说 主啊 如今可以照你的话 释放仆人安然去世 因为我的眼睛 已经看见你的救恩 就是你在万民面前 所预备的 是照亮外邦人的光 又是你名以色列的荣耀 孩子的父母 因这论耶稣的话 就稀奇 西面给他们祝福 又对孩子的母亲 玛利亚说 这孩子贝利 是要叫以色列中 许多人跌倒 许多人兴起 又要做毁谤的画柄 叫许多人 心里的意念显露出来 你自己的心 也要被刀刺透 又有女先知 名叫亚拿 是亚舍支派 法内利的女儿 年纪已经老迈 从做童女出嫁的时候 童丈夫住了七年 就挂居了 现在已经八十四岁 并不离开圣殿 尽时祈求 昼夜 侍奉神 正当那时 他进前来称谢神 将孩子的事 对一切盼望 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 讲说 约瑟和玛利亚 照主的律法 办完了一切的事 就回加利利 到自己的城 拿撒勒去了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 在他身上 每年到逾越节 他父母 就上耶路撒冷去 当他十二岁的时候 他们按着节气的规矩上去 手满了节气 他们回去 孩童耶稣 仍旧在耶路撒冷 他的父母并不知道 以为他在同行的人中间 走了一天的路程 就在亲族和熟视的人中找他 既找不着 就回耶路撒冷去找他 过了三天 就遇见他在店里 坐在教师中间 一面听 一面问 凡听见他的 都稀奇他的聪明 和他的应对 他父母看见就很稀奇 他母亲对他说 我儿 为什么像我们这样行呢 看哪 你父亲和我 伤心来找你 耶稣说 为什么找我呢 岂不知 我应当 以我父的事为面吗 他所说的这话 他们不明白 他就同他们下去 回到拿撒勒 并且顺从他们 他母亲把这一切的事 都存在心里 耶稣的智慧和身量 并神和人 挤爱他的心 都一起增长 路加福音 第三章 凯撒提比留 在位 第十五年 本丢比拉多 做犹太巡抚 西律 做加利利 纷纷的王 他兄弟 以菲利 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克尼 地方分封的王 吕撒涅 做亚比利尼 分封的王 亚纳和盖亚法 做大祭司 那时 撒加利亚的儿子 约翰在旷野里 神的话 临到他 他就来到 约旦河一带地方 宣讲 悔改的洗礼 使罪得赦 正如先知 以赛亚书上 所记的话 说 在旷野 有人声喊着说 预备主的道 修植他的路 一切山蛙都要填满 大小山岗都要削平 弯弯曲曲的地方 要改为正直 高高低低的道路 要改为平坦 凡有血气的 都要见神的救恩 约翰对那出来 要受他喜的众人说 毒蛇的种类 谁指示你们逃避 将来的愤怒呢 你们要结出果子来 与悔改的心相称 不要自己心里说 有亚伯拉罕 为我们的祖宗 我告诉你们 神能从这些石头中 给亚伯拉罕 兴起子孙来 现在斧子 已经放在树根上 凡不结好果子的树 就砍下来 丢在火里 众人问他说 这样 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回答说 有两件衣裳的 就封给那没有的 有食物的 也当这样行 又有税吏来要受洗 问他说 夫子 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 除了立定的树木 不要多取 又有兵丁问他说 我们当做什么呢 约翰说 不要以强暴待人 也不要讹诈人 自己有钱粮 就当知足 百姓指望 基督来的时候 人都心里猜疑 或者约翰是基督 约翰说 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 劝百姓 向他们传福音 只是分封的王 希律 因他兄弟之妻 希罗底的缘故 并因他所行的 一切恶事 受了约翰的责备 又另外添了一件 就是把约翰收在尖里 众百姓都受了洗 耶稣也受了洗 正祷告的时候 天就开了 圣灵降临在他身上 形状仿佛鸽子 又有声音从天上来 说 你是我的爱子 我喜悦你 耶稣开头传道 年纪约有三十岁 依人看来 他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西里的儿子 西里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拿的儿子 亚拿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亚摩斯的儿子 亚摩斯是拿红的儿子 拿红是以色列的儿子 以色列是拿该的儿子 拿该是玛丫的儿子 玛丫是玛塔提亚的儿子 玛塔提亚是西美的儿子 西美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亚拿的儿子 约亚拿是丽莎的儿子 丽莎是索罗巴伯的儿子 索罗巴伯是撒拉铁的儿子 撒拉铁是尼利的儿子 尼利是麦基的儿子 麦基是亚迪的儿子 亚迪是戈桑的儿子 戈桑是以摩当的儿子 以摩当是尔的儿子 尔是约西的儿子 约西是以利以谢的儿子 以利以谢是约令的儿子 约令是玛塔的儿子 玛塔是利未的儿子 利未是西缅的儿子 西缅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约瑟的儿子 约瑟是约南的儿子 约南是以利亚靖的儿子 以利亚靖是米利亚的儿子 米利亚是麦南的儿子 麦南是玛达他的儿子 玛达他是拿丹的儿子 拿丹是大卫的儿子 大卫是耶稀的儿子 耶稀是俄贝德的儿子 俄贝德是波阿斯的儿子 波阿斯是撒门的儿子 撒门是拿顺的儿子 拿顺是亚米拿达的儿子 亚米拿达是亚兰的儿子 亚兰是西斯伦的儿子 西斯伦是法勒斯的儿子 法勒斯是犹大的儿子 犹大是雅各的儿子 雅各是以撒的儿子 以撒是亚伯拉罕的儿子 亚伯拉罕是塔拉的儿子 塔拉是拿赫的儿子 拿赫是西路的儿子 西路是拉乌的儿子 拉乌是法勒的儿子 法勒是西伯的儿子 西伯是沙拉的儿子 沙拉是盖南的儿子 盖南是亚法萨的儿子 亚法萨是闪的儿子 闪是挪亚的儿子 挪亚是拉麦的儿子 拉麦是马吐萨拉的儿子 马吐萨拉是以诺的儿子 以诺是亚列的儿子 亚列是马勒列的儿子 马勒列是盖南的儿子 盖南是以诺士的儿子 以诺士是塞特的儿子 塞特是亚当的儿子 亚当是神的儿子 路加福音第四章 耶稣被圣灵充满 从约旦河回来 圣灵将它引到矿野 四十天受魔鬼的试探 那些日子没有吃什么 日子满了 他就饿了 魔鬼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吩咐这块石头变成食物 耶稣回答说 经上记者说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化 魔鬼又领他上了高山 煞世间把天下的万国都指给他看 对他说 这一切全比荣华 我都要给你 因为这原是交付我的 我愿意给谁就给谁 你若在我面前下拜 我都要给你 耶稣说 经上记者说 当拜主 你的神 但要侍奉他 魔鬼又领他到耶路撒冷去 叫他站在殿顶上 对他说 你若是神的儿子 可以从这里救下去 因为经上记者说 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保护你 他们要用手拖着你 免得你的脚 碰在石头上 耶稣对他说 经上说 不可试探主 你的神 魔鬼用完了各样的试探 就暂时离开耶稣 耶稣满有圣灵的能力 回到加利利 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四方 他在各会堂里教训人 众人都称赞他 耶稣来到拿撒勒 就是他长大的地方 在安息日 照他平常的规矩进了会堂 站起来要念圣经 有人把先知以赛亚的书交给他 他就打开 找到一处写着说 主的灵在我身上 因为他用高高我 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 拆遣我报告被掳的得释放 瞎眼的得看见 叫那受压制的得自由 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 于是把书卷起来 交还执事 就坐下 会堂里的人都定睛看他 耶稣对他们说 今天这经应验在你们耳中了 众人都称赞他 并吸其他口中所出的恩言 又说 这不是约策的儿子吗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必引着俗语向我说 医生 医生 你医治自己吧 我们听见你在加百农所行的事 也当行在你自己家乡里 又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被人悦纳的 我对你们说实话 当以利亚的时候 天闭塞了三年零六个月 遍地有大饥荒 那时 以色列中有许多寡妇 以利亚并没有奉差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 只奉差往西顿的撒勒法一个寡妇那里去 先知以利沙的时候 以色列中有许多长大麻疯的 但内中除了叙利亚国的乃曼 没有一个得洁净的 会堂里的人听见这话 都怒气满胸 就起来撵他出城 他们的城造在山上 他们带他到山崖 要把他推下去 他却从他们中间执行 过去了 耶稣下到加百农 就是加利利的一座城 在安息日教训众人 他们很稀奇他的教训 因为他的话里有权柄 在会堂里有一个人 被污鬼的惊气负着 大声喊叫说 哈 拿撒勒的耶稣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你来灭我们吗 我知道你是谁 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责备他说 不要作声 从这人身上出来吧 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 就出来了 却也没有害 众人都惊讶 彼此对问说 这是什么道理呢 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污鬼 污鬼就出来 于是 耶稣的名声传遍了周围地方 耶稣出了会堂 进了西门的家 西门的岳母 害热病甚重 有人为他求耶稣 耶稣站在他旁边 斥责那热病 热就退了 他立刻起来服侍他们 日落的时候 凡有病人的 不论害什么病 都带到耶稣那里 耶稣按手在他们个人身上 医好他们 又有鬼 从好些人身上出来 喊着说 你是神的儿子 耶稣斥责他们 不许他们说话 因为他们知道 他是基督 天亮的时候 耶稣出来 走到旷野地方 众人去找他 到了他那里 要留住他 不要他离开他们 但耶稣对他们说 我也必须在别城传神国的福音 因我奉差原事为此 于是 耶稣在加利利的各会堂传道 路加福音 第五章 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 众人应急他 要听神的道 他见有两只船 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 却离开船 急往去了 有一只船 是西门的 耶稣就上去 请他把船撑开 稍微离岸 就坐下 从船上 教训众人 讲完了 对西门说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下网打鱼 西门说 夫子 我们整夜劳力 并没有打着什么 但依从你的话 我就下网 他们下了网 就劝住许多鱼 网 剪歇裂开 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 来帮助 他们就来 把鱼装满了两只船 甚至船要沉下去 西门彼得看见 就俯伏在耶稣西前 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他和一切同在的人 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 他的伙伴 西闭泰的儿子雅各 约翰也是这样 耶稣对西门说 不要怕 从今以后 你要得人了 他们把两只船 拢了岸 就撇下所有的 跟从了耶稣 有一回 耶稣在一个城里 有人满身长了大麻风 看见他 就俯伏在地 求他说 主若肯 必能叫我洁净了 耶稣伸手摸他 说 我肯 你洁净了吧 大麻风立刻就离了他的身 耶稣 耶稣 嘱咐他 你切不可告诉人 只要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又要为你得了洁净 照摩西所吩咐的献上礼物 对众人 对众人做证据 但耶稣的名声 越发传扬出去 有极多的人聚集来听到 也指望 医治他们的病 耶稣却退到旷野 去祷告 有一天 耶稣教训人 有法利塞人和教法师在旁边坐着 他们是从加利利各乡村和犹太 并耶路撒冷来的 主的能力与耶稣同在 使他能医治病人 有人用褥子抬着一个摊子 要抬进去放在耶稣面前 却因人多 寻不出法子抬进去 就上了房顶 从瓦间 把他连褥子坠到当中 正在耶稣面前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摊子说 你的罪赦了 文士和法利塞人就议论说 这说贱旺化的是谁 除了神以外 谁能赦罪呢 耶稣知道他们所议论的 就说 你们心里议论的是什么呢 或说你的罪赦了 或说你起来行走 哪一样容易呢 但要叫你们知道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就对摊子说 我吩咐你起来 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 那人当众人面前 立刻起来 拿着他所躺卧的褥子回家去 归荣耀与神 众人都惊奇 也归荣耀与神 并且满心惧怕 说 我们今日看见非常的事了 这事以后 耶稣出去 看见一个税吏 名叫立位 坐在税棺上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来 他就撇下所有的 起来跟从了耶稣 立位在自己家里 为耶稣大败言习 有许多税吏和别人 与他们一同作息 法利塞人和文士 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 你们为什么和税吏 并罪人一同吃喝呢 耶稣对他们说 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 有病的人才用得着 我来本不是招一人悔改 乃是招罪人悔改 他们说 约翰的门徒屡次进食祈祷 法利塞人的门徒也是这样 唯独你的门徒又吃又喝 耶稣对他们说 新郎和陪伴之人同在的时候 岂能叫陪伴之人进食呢 但日子将到 新郎要离开他们 那日他们就要进食了 耶稣又设一个比喻 对他们说 没有人把新衣服撕下一块 来补在旧衣服上 如果是这样就把新的撕破了 并且所撕下来的那块新的和旧的也不相衬 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 若是这样 新酒必将皮带裂开 酒便露出来 皮带也就坏了 但新酒必须装在新皮带里 没有人喝了陈酒 又想喝新的 他总说 陈的好 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从脉地经过 他的门徒掐了脉碎 用手搓着吃 有几个法利塞人说 你们为什么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呢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拿陈舍饼吃 又给跟从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别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又有一个安息日 耶稣进了会堂教训人 在那里 有一个人右手枯干了 文士和法利塞人窥探耶稣 在安息日治病不治病 要得把柄去告他 耶稣却知道他们的意念 就对那枯干一只手的人说 起来 站在当中 那人就起来 站着 耶稣对他们说 我问你们 在安息日行善行恶 救命害命 哪样是可以的呢 他就周围看着他们众人 对那人说 伸出手来 他把手一伸 手就负了缘 他们就满心大怒 彼此商议 怎样处置耶稣 那时 耶稣出去 上山祷告 整夜祷告神 到了天亮 叫他的门徒来 就从他们中间 挑选十二个人 称他们为使徒 这十二个人有西门 耶稣又给他起名 叫彼得 还有他兄弟安德烈 又有雅各和约翰 肥利和巴多罗马 马太和多马 亚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奋瑞党的西门 雅各的儿子犹大 和卖主的加略人犹大 耶稣和他们下了山 站在一块平地上 同站的有许多门徒 又有许多百姓 从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 并推罗西顿的海边来 都要听他讲道 又指望医治他们的病 还有被污鬼缠磨的 也得了医治 众人都想要摸他 因为有能力 从他身上发出来 医好了他们 耶稣举目看着门徒 说 你们贫穷的人有福了 因为神的国是你们的 你们饥饿的人有福了 因为你们将要 因为你们将要饱足 因为你们将要喜笑 人为人子恨恶你们 拒绝你们 辱骂你们 弃掉你们的名 以为是恶 你们就有福了 当那日 你们要欢喜 跳跃 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 是大的 他们的祖宗 带先知也是这样 但你们父族的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受过你们的安慰 你们饱足的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将要饥饿 你们喜笑的人有货了 因为你们将要哀痛哭泣 人都说你们好的时候 你们就有货了 因为他们的祖宗 带假先知也是这样 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听到的人 你们的仇敌要爱他 恨你们的要带他好 咒诅你们的要为他祝福 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 有人打你这边的脸 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 有人夺你的外衣 连礼仪也由他拿去 凡求你的就给他 有人夺你的东西去 不用再要回来 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 你们若担爱那爱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 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 你们若借给人 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 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 要如数收回 你们倒要爱仇敌 也要善待他们 并要借给人 不指望偿还 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 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 因为他恩待那 因为他恩待那望恩的和作恶的 你们要慈悲 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 你们不要论断人 就不被论断 你们不要定人的罪 就不被定罪 你们要饶恕人 就必蒙饶恕 你们要给人 就必有给你们的 并且用十足的生斗 连摇带岸 上奸下流的倒在你们怀里 因为你们用什么良器 量给人 也必用什么良器 量给你们 耶稣又用比喻 对他们说 瞎子岂能领瞎子 两个人不是都要掉在坑里吗 学生不能高过先生 凡学成了的 不过和先生一样 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 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目呢 你不见自己眼中有良目 怎能对你弟兄说 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 你这假冒为善的人 先去掉自己眼中的良目 然后才能看得清楚 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 因为没有好树结坏果子 也没有坏树结好果子 凡树木看果子 就可以认出它来 人不是从荆棘上摘无花果 也不是从吉里里摘葡萄 善人 从他心里所存的善 就发出善来 恶人 从他心里所存的恶 就发出恶来 因为心里所充满的 口里就说出来 你们为什么称呼我主啊主啊 却不遵我的话行呢 反倒我这里来 听见我的话就去行的 我要告诉你们他像什么人 他像一个人盖房子 深深地挖地 把根基安在磐石上 到发大水的时候 水冲那房子 房子总不能摇动 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 唯有听见不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在土地上盖房子 没有根基 水一冲 随即倒塌了 并且那房子坏得很大 路加福音第七章 耶稣对百姓 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进了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长 所宝贵的仆人 害病快要死了 百夫长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他们到了耶稣那里 就怯怯地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建造会堂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长托几个朋友 去见耶稣 对他说 主啊 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设下 我不敢当 我也自以为不配去见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避好了 因为我在人的泉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 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 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见这话 就吸气他 转身 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拖来的人 回到百夫长家里 看见仆人 已经好了 过了不多时 耶稣往一座城去 这城 名叫拿伊 他的门徒 和极多的人 与他同行 将近城门 有一个死人被抬出来 这人是他母亲独生的儿子 他母亲又是寡妇 有城里的许多人同着寡妇送币 主看见那寡妇 就怜悯她 对她说 不要哭 于是 进前 按着杠 抬的人 就站住 耶稣说 少年人 我吩咐你 起来 那死人就坐起 并且说话 耶稣便把她 交给她母亲 众人都惊奇 归荣耀与神 说 有大先知 在我们中间兴起来了 又说 神眷顾了他的百姓 他这世的风声 就传遍了犹太 和周围地方 约翰的门徒 把这些事都告诉约翰 他便叫了两个门徒来 打发他们 到主那里去 说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那两个人 来到耶稣那里 说 施洗的约翰 打发我们来问你 那将要来的是你吗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呢 正当那时候 耶稣治好了许多有疾病的 受灾患的 被恶鬼附着的 又开安 叫好些瞎子能看见 耶稣回答说 你们去 把所看见 所听见的事告诉约翰 就是 瞎子看见 瘸子行走 长大麻风的捷径 龙子听见 死人复活 穷人有福音传给他们 凡不因我跌倒的 就有福了 约翰所拆来的人 既走了 耶稣就对众人 讲论约翰 说 你们从前出去到旷野 是要看什么呢 要看风吹动的芦苇吗 你们出去 到底是要看什么 要看穿细软衣服的人吗 那穿华丽衣服 艳乐度日的人 是在王宫里 你们出去 究竟是要看什么 要看先知吗 我告诉你们 是的 他比先知大多了 经上记者说 我要差遣我的使者 在你前面预备道路 所说的 就是这个人 我告诉你们 凡妇人所生的 没有一个大过约翰的 然而神国里最小的 比他还大 众百姓和税吏 既受过约翰的喜 听见这话 就以神为义 但法利赛人和律法师 没有受过约翰的喜 竟为自己废弃了神的旨意 主又说 这样 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的人呢 他们好像什么呢 好像孩童坐在机室上 彼此呼叫说 我们向你们吹笛 你们不跳舞 我们向你们举哀 你们不提哭 施洗的约翰来 不吃饼 不喝酒 你们说他是被鬼附着的 人子来 也吃也喝 你们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 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 但智慧之子都以智慧为事 有一个法利赛人 请耶稣和他吃饭 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 那城里有一个女人 是个罪人 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 就拿着橙香膏的玉瓶 站在耶稣背后 挨着他的脚铺 眼泪湿了耶稣的脚 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 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 把香膏抹上 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 心里说 这人若是先知 必知道摸他的是谁 是个怎样的女人 乃是个罪人 耶稣对他说 西门 我有句话要对你说 西门说 父子请说 耶稣说 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 一个欠五十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 因为他们无力偿还 债主就开恩 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 这两个人 哪一个更爱他呢 西门回答说 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 耶稣说 你断得不错 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 便对西门说 你看见这女人吗 我进了你的家 你没有给我水洗脚 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 用头发擦干 你没有与我亲嘴 但这女人 从我进来的时候 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 你没有用油磨我的头 但这女人用香膏磨我的脚 所以我告诉你 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 因为她的爱多 但那赦免少的 她的爱就少 于是对那女人说 你的罪赦免了 同袭的人心里说 这是什么人 竟赦免人的罪呢 耶稣对那女人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路加福音第八章 过了不多日 耶稣周游各城各乡传道 宣讲神国的福音 和她同去的 有十二个门徒 还有被恶鬼所赴 被疾病所累 已经治好的几个妇女 那中有称为 摩达拉的玛利亚 曾有七个鬼 从她身上赶出来 又有西律的家宅 苦撒的妻子 约亚拿 并苏撒拿 和好些别的妇女 都是用自己的财物 攻击耶稣和门徒 当许多人聚集 又有人从各城里 出来见耶稣的时候 耶稣就用比喻说 有一个洒种的出去洒种 洒的时候 有落在路旁的 被人践踏 天上的飞鸟又来吃尽了 有落在磐石上的 一出来就枯干了 因为得不着滋润 有落在荆棘里的 荆棘一同生长 把它挤住了 又有落在豪土里的 生长起来结识百倍 耶稣说了这些话 就大声说 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 门徒问耶稣说 这比喻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 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 至于别人就用比喻 叫他们看也看不见 听也听不明 这比喻乃是这样 种子就是神的道 那些在路旁的 就是人听了道 随后魔鬼来 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 恐怕他们信了得救 那些在磐石上的 就是人听道 欢喜领受 但心中没有根 不过暂时相信 即至遇见适量就退后了 那落在荆棘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走开以后 被今生的思虑 钱财艳乐挤住了 便结不出成熟的子力来 那落在豪土里的 就是人听了道 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 并且忍耐着结实 没有人点灯 用器皿盖上 或放在床底下 乃是放在灯台上 叫进来的人 看见亮光 因为掩藏的事 没有不显出来的 隐瞒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 被人知道的 所以 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听 因为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凡没有的 连他自以为有的 也要夺去 耶稣的母亲和他弟兄来了 因为人多 不得到他跟前 有人告诉他说 你母亲和你弟兄 站在外边 要见你 耶稣回答说 听了神之道 而遵行的人 就是我的母亲 我的弟兄了 有一天 耶稣和门徒上了船 对门徒说 我们可以渡到湖那边去 他们就开了船 正行的时候 耶稣睡着了 湖上忽然起了暴风 船浆满了水 甚是危险 门徒来叫醒了他 说 父子 父子 我们丧命了 耶稣醒了 赤子那狂风大浪 风浪就止住 平静了 耶稣对他们说 哎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 他们又惧怕又稀奇 彼此说 啊 这到底是谁 他吩咐风和水 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 他们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 就是加利利的对面 耶稣上了岸 就有成立 一个被鬼附着的人迎面而来 这个人许久不穿衣服 不住房子 只住在坟营里 他见了耶稣 就俯伏在他面前 大声喊叫 说 至高神的儿子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求你不要叫我受苦 是因耶稣曾吩咐乌鬼 从那人身上出来 原来这鬼屡次抓住他 他常被人看守 又被铁链和脚料捆锁 他竟把锁链正断 被鬼赶到旷野去 耶稣问他说 你名叫什么 他说 我名叫群 这是因为附着他的鬼堕 鬼就央求耶稣 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 那里有一大群猪在山上吃食 鬼央求耶稣 准他们进入猪里去 耶稣准了他们 鬼就从那人粗辱 进入猪里去 于是 那群猪闯下山崖 投在湖里淹死了 放诸地看见这事就逃跑了 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 众人出来要看是什么事 到了耶稣那里 看见鬼所离开的那人 坐在耶稣脚前 穿着衣服 心里明白过来 他们就害怕 看见这事的 便将被鬼附着的人 怎么得救告诉他们 格拉森四围的人 因为害怕得很 都求耶稣离开他们 耶稣就上船 回去了 鬼所离开的那人 恳求和耶稣同在 耶稣却打发他回去 说 你回家去 传说神为你做了 何等大的事 他就去 满城里传扬 耶稣为他做了 何等大的事 耶稣回来的时候 众人迎接他 因为他们都等候他 有一个管会堂的 名叫雅鲁 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求耶稣到他家里去 因他有一个独生女儿 约有十二岁 快要死了 耶稣去的时候 众人拥挤他 有一个女人 患了十二年的血漏 在医生手里 花尽了他一切养生的 并没有一人能医好他 他来到耶稣背后 摸他的衣裳碎子 血漏立刻就止住了 耶稣说 摸我的是谁 众人都不承认 彼得和同行的人都说 夫子 众人拥拥挤挤挤 紧靠着你 耶稣说 总有人摸我 因我觉得有能力 从我身上出去 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 就战战兢兢地 来俯伏在耶稣脚前 把摸他的缘故 和怎样立刻得好了 当着众人都说出来 耶稣对他说 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去吧 还说话的时候 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 说 你的女儿死了 不要劳动夫子 耶稣听见 就对他说 不要怕 只要信 你的女儿就必得救 耶稣到了他的家 除了彼得 约翰 雅各和女儿的父母 不许别人同他进去 众人都为这女儿 哀哭垂胸 耶稣说 不要哭 他不是死了 是睡着了 他们晓得 女儿已经死了 就吃笑耶稣 耶稣拉着他的手 呼叫说 女儿 起来吧 他的灵魂便回来 他就立刻起来了 耶稣吩咐给他东西吃 他的父母 惊奇得很 耶稣嘱咐他们 不要把所做的事 告诉人 路加福音 第九章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 给他们能力 权柄 制服一切的鬼 医治各样的病 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医治病人 对他们说 行路的时候 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挂子 无论进哪一家 就住在那里 也从那里起行 凡不接待你们的 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 要把脚上的尘土 跺下去 见证他们的不适 门徒就出去 走遍各乡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纷纷的王西律 听见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就犹疑不定 因为有人说 是约翰从死里复活 又有人说 是以利亚显现 还有人说 是古时的一个先知 又活了 西律说 约翰我已经斩了 这却是什么人 我竟听见他这样的事呢 就想要见他 使徒回来 将所做的事告诉耶稣 耶稣就带他们 暗暗地离开那里 往一座城去 那城名叫博塞大 但众人知道了 就跟着他去 耶稣便接待他们 对他们讲论神国的道 医治那些虚医的人 日头快要平息 十二个门徒来对他说 请叫众人散开 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 借宿找吃的 因为我们这里是野地 耶稣说 你们给他们吃吧 门徒说 我们不过有五个饼 两条鱼 若不去为这许多人 买食物就不够 那时人数约有五千 耶稣对门徒说 叫他们一排一排地坐下 每排大约五十个人 门徒就如此行 叫众人都坐下 耶稣拿着这五个饼 两条鱼 望着天祝福 掰开 递给门徒 摆在众人面前 他们就吃 并且都吃饱了 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篮子 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 门徒也同他在那里 耶稣问他们说 众人说我是谁 他们说 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 有人说是以利亚 还有人说是古时的一个先知又活了 耶稣说 你们说我是谁 彼得回答说 是神所立的基督 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 不可将这事告诉人 又说 人子必须受许多的苦 被长老 祭司长和文士弃绝 并且被杀 第三日复活 耶稣又对众人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舍己 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 凡要救自己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 必救了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 却丧了自己 陪上自己 有什么益处呢 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 人子在自己的荣耀里 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 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没场死位以前 必看见神的国 说了这话 说了这话以后约有八天 耶稣带着彼得 约翰 雅各 上山去祷告 正祷告的时候 他的面貌就改变了 衣服洁白放光 忽然有摩西 以利亚 两个人同耶稣说话 他们在荣光里显现 谈论耶稣去世的事 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 彼得和他的同伴都打盹 既清醒了 就看见耶稣的荣光 并同他站着的那两个人 二人正要和耶稣分离的时候 彼得对耶稣说 父子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你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他却不知道所说的是什么 说这话的时候 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 他们进入云彩里就惧怕 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 说 这是我的儿子 我所拣选的 你们要听他 声音住了 只见耶稣一人在那里 当那些日子 门徒不提所看见的事 一样也不告诉人 第二天 他们下了山 将有许多人 迎见耶稣 其中 有一人喊叫说 乌子 求你看顾我的儿子 因为他是我的独生子 他被鬼抓住 就忽然喊叫 鬼又叫他抽风 口中流没 并且重重地伤害他 难以离开他 我求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确实不能 耶稣说 这又不信又被谬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 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 将你的儿子 带到这里来吧 正来的时候 鬼把他摔倒 叫他重重地抽风 耶稣就斥责那乌鬼 把孩子治好了 交给他父亲 众人都诧异神的大能 耶稣所做的一切事 众人正稀奇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把这些话 存在耳中 因为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不明白这话 意思乃是隐藏的 叫他们不能明白 他们也不敢问这话的意思 门徒中间起了议论 谁将为大 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 就领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自己旁边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你们中间最小的 他便为大 约翰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不抵挡你们的 就是帮助你们的 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 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 便打发使者 在他前头走 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的一个村庄 要为他预备 那里的人不接待他 因他面向耶路撒冷去 他的门徒雅各 约翰看见了 就说 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烧灭他们 像以利亚所做的吗 耶稣转身责备两个门徒 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性命 是要救人的性命 说着就往别的村庄去了 他们走路的时候 有一人对耶稣说 你无论往哪里去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 又对一个人说 跟从我来 那人说 主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只管据传扬神国的道 又有一人说 主 我要跟从你 但容我先去 辞别我家里的人 耶稣说 守扶着离向后看的 不配进神的国 路加福音第十章 这世以后 主又设立七十个人 差遣他们 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 各地方去 就对他们说 要收的庄稼多 做工的人少 所以 你们当求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出去 收他的庄稼 你们去吧 我差你们出去 如同羊羔进入狼群 不要带钱囊 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鞋 在路上 也不要问人的安 无论进哪一家 先要说 愿这一家平安 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那家 就必临到那家 不然就归于你们了 你们要住在那家 吃喝他们所供给的 因为工人得工价 是应当的 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接待你们 给你们摆上什么 你们就吃什么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 对他们说 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无论进哪一城 人若不接待你们 你们就到街上去 说 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 粘在我们的脚上 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 虽然如此 你们该知道 神的国临近了 我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 格拉逊哪 你有祸了 波塞大 你有祸了 因为在你们中间 所行的异能 若行在推罗西顿 他们早已披麻门徽 坐在地上悔改了 当审判的日子 推罗西顿所受的 比你们还容易受呢 加白农啊 你已经升到天上 将来必推下阴间 又对门徒说 听从你们的 就是听从我 弃绝你们的 就是弃绝我 弃绝我的 就是弃绝那 差我来的 那七十个人 欢欢喜喜地回来 说 主啊 因你的名 就是鬼也 服了我们 耶稣对他们说 我曾看见 撒旦从天上坠落 像闪电一样 我已经给你们 权柄 可以践踏 蛇和蝎子 又胜过 仇敌一切的能力 断没有什么 能害你们 然而 不要因鬼 服了你们 就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 记录在天上 欢喜 正当那时 耶稣被圣灵 感动 就欢乐 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感谢你 因为你将这些事 向聪明通达人 就藏起来 向婴孩就显出来 父啊 是的 因为你的美意 本是如此 一切所有的 都是我父交付我的 除了父 没有人知道 子是谁 除了子 和子 所愿意指示的 没有人知道 父是谁 耶稣转身 暗暗地 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 所看见的 那眼睛 就有福了 我告诉你们 从前有许多 先知和君王 要看你们 所看的 却没有看见 要听你们 所听的 却没有听见 有一个律法师 起来试探耶稣 说 父子 我该做什么 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 耶稣对他说 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你念的是怎样呢 他回答说 你要尽心 尽性 尽力 尽义 爱主 爱主 爱主你的神 又要爱 临舍 如同自己 耶稣说 你回答的是 你这样行 就必得永生 那人 要显明 自己有理 就对耶稣说 谁是我的临舍呢 耶稣回答说 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 下耶利哥去 落在强盗手中 他们剥去 他的衣裳 把他打个半死 就丢下他走了 偶然 有一个祭司 从这条路下来 看见他 就从那边过去了 又有一个立位人 来到这地方 看见他 也照样 从那边过去了 唯有一个 撒玛利亚人 行路来到那里 看见他 就动了瓷心 上前用油和酒 倒在他的商处 包裹好了 扶他骑上 自己的牲口 带到店里 去照应他 第二天 拿出二钱银子来 交给店主 说 你且照应他 此外所费用的 我回来 必还你 你想 这三个人 哪一个是落在 强盗手中的 灵舍呢 他说 是怜悯他的 耶稣说 你去照样行吧 他们走路的时候 耶稣进了一个村庄 有一个女人 名叫 马大 接他到自己家里 他有一个妹子 名叫 玛利亚 在耶稣的 在耶稣脚前 坐着 听他的道 马大 伺候的事多 心里 忙乱 就 进前来说 主啊 我的妹子 留下我 一个人 伺候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 来帮助我 耶稣回答说 马大 马大 你为许多的事 思虑烦扰 但是不可少的 只有一件 玛利亚已经选择 那上好的福分 是不能夺去的 路加福音 第十一章 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 祷告完了 有个门徒 对他说 求主教导我们祷告 向约翰教导他的门徒 耶稣说 你们祷告的时候 要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日用的饮食 天天赐给我们 赦免我们的罪 因为我们也赦免 凡亏欠我们的人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就我们脱离凶恶 耶稣又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 半夜到他那里去 说 朋友 请借给我三个饼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 来到我这里 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 那人在里面回答说 不要搅扰我 门已经关闭 孩子们也捅我在床上了 我不能起来给你 我告诉你们 虽不因他是朋友 起来给他 但因他情词迫切的执求 就避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 我又告诉你们 你们祈求就给你们 寻找就寻见 扣门就给你们开门 因为 凡祈求的就得走 寻找的就寻见 扣门的就给他开门 你们中间做父亲的 谁有儿子求饼 凡给他石头呢 求鱼 凡拿蛇当鱼给他呢 求鸡蛋 凡给他蝎子呢 你们虽然不好 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 何况天父 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 耶稣赶出一个叫人哑巴的鬼 鬼出去了 哑巴就说出话来 众人都稀奇 内中却有人说 他是靠着鬼王 比西普赶鬼 又有人试探耶稣 向他求从天上来的神迹 他晓得他们的意念 便对他们说 凡一国自相纷争 就成为荒场 凡一家自相纷争 就必败落 若撒旦自相纷争 他的国怎能站得住呢 因为你们说 我是靠着别西普赶鬼 我若靠着别西普赶鬼 你们的子弟赶鬼 又靠着谁呢 这样 他们就要断定 你们的是非 我若靠着神的能力赶鬼 这就是神的国 临到你们了 壮士披挂整齐 看守自己的住宅 他所有的都平安无事 但有一个比他更壮的来 胜过他 就夺去他所倚靠的盔甲兵器 又分了他的脏 不与我相合的 就是敌我的 不同我收据的 就是分散的 乌鬼离了人身 就在无水之地 过来过去 寻求安歇之处 既寻不着 便说 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 到了 就看见里面打扫干净 修饰好了 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 都进去住在那里 那人末后的景况 比先前更不好了 耶稣正说这话的时候 众人中间 有一个女人大声说 怀里太的和儒养你的有福了 耶稣说 是 却还不如听神之道 而遵守的人有福 当众人聚集的时候 耶稣开讲说 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 他们求看神迹 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 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 约拿怎样为尼尼为人成了神迹 人子也要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 当审判的时候 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她从地级而来 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 看啊 在这里 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 当审判的时候 尼尼为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 因为尼尼为人 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 看啊 在这里 有一人比约拿更大 没有人点灯 放在地印子里 或是斗底下 总是放在灯台上 使近来的人得见亮光 你眼睛就是身上的灯 你的眼睛若辽亮 全身就光明 眼睛若昏花 全身就黑暗 所以 你要醒察 恐怕你里头的光 或者黑暗了 若是你全身光明 毫无黑暗 就必全然光明 如同灯的明光照亮你 说话的时候 有一个法利塞人 请耶稣同他吃饭 耶稣就进去作息 这法利塞人 看见耶稣饭前不洗手 便诧异 主对他说 如今你们法利塞人 洗净背盘的外面 你们里面却满了 勒索和邪恶 无知的人 造外面的 不也造里面吗 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 凡物与你们 就都洁净了 你们法利塞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将薄荷 芸香并各样菜书 献上十分之一 那公义和爱神的事 反倒不行了 这原是你们当行的 那也是不可不行的 你们法利塞人有祸了 因为你们喜爱 会堂里的守卫 又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你们的安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如同不显露的坟墓 走在上面的人 并不知道 律法师中 有一个回答耶稣说 父子 你这样说 也把我们糟蹋了 耶稣说 你们律法师也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 男单的担子 放在人身上 自己一个指头 却不肯动 你们有祸了 因为你们修造 先知的坟墓 那先知正是你们的祖宗 所杀的 可见你们祖宗 所做的事 你们又证明 又喜欢 因为他们杀了先知 你们修造 先知的坟墓 所以神用智慧曾说 我要拆遣先知和使徒 到他们那里去 有的他们要杀害 有的他们要逼迫 是创世以来 所流中先知血的罪 都要问在 这世代的人身上 就是从亚伯的血起 直到被杀在坛 和殿中间 撒加利亚的血为止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都要问在 这世代的人身上 你们律法师有祸了 因为你们把 知识的钥匙夺了去 自己不进去 正要进去的人 你们也阻挡他们 耶稣从那里出来 文士和法利塞人 就极力地催逼他 引动他多说话 私下窥听 要拿他的话柄 路加福音第十二章 这时 有几万人聚集 甚至彼此践踏 耶稣开讲 先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 法利塞人的教 就是假冒为善 掩盖的事 没有不露出来的 隐藏的事 没有不被人知道的 因此 你们在暗中所说的 将要在明处 被人听见 在内侍父儿所说的 将要在房上 被人宣扬 我的朋友 我对你们说 那杀身体以后 不能再做什么的 不要怕他们 我要指示你们 当怕的是谁 当怕那杀了以后 又有权柄 丢在地狱里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正要怕他 五个麻雀 不是卖二分银子吗 但在神面前 一个也不忘记 就是你们的头发 也都被数过了 不要惧怕 你们比许多麻雀 还贵重 我又告诉你们 凡在人面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认他 在人面前不认我的 人子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必不认他 凡说话干犯人子的 还可得赦免 唯独亵渎圣灵的 总不得赦免 人带你们到会堂 并官府和有权柄的人面前 不要思虑怎么分诉 说什么话 因为正在那时候 圣灵要指教你们 当说的话 众人中 有一个人对耶稣说 夫子 请你吩咐我的兄长 和我分开家业 耶稣说 你这个人 谁立我做你们断世的官 给你们分家业呢 于是对众人说 你们要谨慎自首 免去一切的贪心 因为人的生命 不在乎家道丰富 就用比喻 对他们说 有一个财主 田产丰盛 自己心里思想说 我的猪产 没有地方收藏 怎么办呢 又说 我要这么办 要把我的仓房拆了 另盖更大的 在那里好收藏 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 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 灵魂啊 你有许多财物积存 可做多年的费用 只管安安意义地 吃喝快乐吧 神却对他说 无知的人啊 今夜必要你的灵魂 你所预备的 要归谁呢 凡为自己积才 在神面前却不富足的 也是这样 耶稣又对门徒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胜于饮食 身体胜于衣裳 你想 乌鸦也不重也不收 又没有仓又没有库 神尚且养活他 你们比飞鸟是何等的贵重呢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 瘦数多加一克呢 这最小的事 你们尚且不能做 为什么还忧虑其余的事呢 你想 百合花怎么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现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 它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信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丢在炉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呢 你们不要求吃什么 喝什么 也不要挂心 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 你们必须用这些东西 你们的父是知道的 你们只要求他的国 这些东西就必加给你们了 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 因为你们的父 乐意把国赐给你们 你们要变卖所有的洲际人 为自己预备用不坏的钱囊 用不尽的财宝在天上 就是贼不能进 虫不能住的地方 因为你们的财宝在哪里 你们的心也在那里 你们腰里要树上带 灯也要点着 自己好像仆人等候主人 从婚姻的筵席上回来 他来到叩门 就立刻给他开门 主人来了 看见仆人警醒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必叫他们作息 自己树上带 尽前伺候他们 或是二更天来 或是三更天来 看见仆人这样 那仆人就有福了 家主若知道贼什么时候来 就必警醒 不容贼挖透房屋 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你们也要预备 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 人子就来了 彼得说 主啊 这比喻是为我们说的呢 还是为众人呢 主说 谁是那忠心有见识的管家 主人派他管理家里的人 按时分粮给他们呢 主人来到 看见仆人这样行 那仆人就有福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主人要派他管理一切所有的 那仆人若心里说 我的主人必来得迟 就动手打仆人和使女 并且吃喝醉酒 在他想不到的日子 不知道的时辰 那仆人的主人要来 重重地处置他 定他和不忠心的人同罪 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 却不预备 又不顺他的意思行 那仆人必多受责打 唯有那不知道的 做了当受责打的事 必少受责打 因为多给谁 就向谁多取 多托谁 就向谁多要 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 倘若已经找起来 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 我有当受的喜 还没有成就 我是何等的迫切呢 你们以为我来 是叫地上太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 乃是叫人纷争 从今以后 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 三个人和两个人相争 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 父亲和儿子相争 儿子和父亲相争 母亲和女儿相争 女儿和母亲相争 婆婆和媳妇相争 媳妇和婆婆相争 耶稣又对众人说 你们看见西边起了云彩 就说 要下一阵雨 果然就有 起了南风 就说 将要燥热 也就有了 假冒为善的人啊 你们知道分辨天地的气色 怎么不知道分辨这时候呢 你们又为何不自己审量 什么是合理的呢 你同告你的对头去见官 还在路上 物要尽力地和他了结 恐怕他拉你到官面前 官交付差役 差役把你下在尖里 我告诉你 若有半文钱没有还清 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正当那时 有人将比拉多 使加利利人的血 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 告诉耶稣 耶稣说 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 比重加利利人更有罪 所以受这害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从前 西罗亚楼倒塌了 压死十八个人 你们以为那些人 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 更有罪吗 我告诉你们 不是的 你们若不悔改 都要如此灭亡 于是 用比喻说 一个人 有一棵乌花果树 栽在葡萄园里 他来到树前找果子 却找不着 就对管员的说 看哪 我这三年来 到这乌花果树前 找果子 竟找不着 把它砍了吧 何必白占地土呢 管员的说 主啊 今年且留着 等我周围掘开土 加上粪 以后若结果子便罢 不然再把它砍了 安息日 耶稣在会堂里 教训人 有一个女人 被鬼附着 病了十八年 腰弯的一点 直不起来 耶稣看见 便叫过他来 对他说 女人 你脱离这病 于是 用两只手 按着他 他立刻 直起腰来 就归荣耀 与神 管会堂的 因为耶稣在 安息日治病 就气愤愤地 对众人说 有六日 应当做工 那六日之内 可以来求医 在安息日 却不可 主说 假冒为善的人呢 难道你们个人 在安息日 不解开槽上的 牛 驴 牵去印吗 况且这女人 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被撒旦捆绑了 这十八年 不当在安息日 解开她的绑吗 耶稣说这话 他的敌人都惭愧了 众人因他所行 一切荣耀的事 就都欢喜了 耶稣说 神的国好像什么 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 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 塑在他的枝上 又说 我拿什么来比神的国呢 好比面教 有妇人拿来藏在 三斗面里 只等全团都发起来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在所经过的各城各乡 教训人 有一个人问他说 主啊 得救的人少吗 耶稣对众人说 你们要努力进窄门 我告诉你们 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 却是不能 即使家主起来关了门 你们站在外面叩门 说 主啊 给我们开门 他就回答说 我不认识你们 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那时 你们要说 我们在你面前吃过 喝过 你也在我们的街上 教训过人 他要说 我告诉你们 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 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 离开我去吧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 以撒 雅各 和众先知都在神的国里 你们却被赶到外面 在那里 在那里必要哀哭怯耻了 从东 从西 从南 从北 将有人来 在神的国里作息 只是有在后的 将要在前 有在前的 将要在后 正当那时 有几个法利塞人 来对耶稣说 离开这里去吧 因为希律想要杀你 耶稣说 你们去告诉那个狐狸说 今天 明天 我赶鬼治病 第三天 我的事就成全了 虽然这样 今天 明天 后天 我必须前行 因为先知在耶路撒冷之外 丧命是不能的 耶路撒冷啊 耶路撒冷啊 你常杀害先知 又用石头打死那 凤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 我多次愿意聚集你的儿女 好像母鸡 把小鸡聚集在翅膀底下 只是你们不愿意 看啊 你们的家成为荒场留给你们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你们不得再见我 只等到你们说 奉主明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路加福音第十四章 安息日 耶稣到一个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去吃饭 他们就窥探他 在他面前 有一个换水骨的人 耶稣对律法师和法利赛人说 安息日治病可以不可以 他们却不言语 耶稣就治好那人 叫他走了 便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有驴或有牛 在安息日掉在井里 不立时拉他上来呢 他们不能对答这话 耶稣见所请的客 简则守卫 就用比喻对他们说 你被人请去赴婚姻的言席 不要坐在首位上 恐怕有比你尊贵的客 被他请来 那请你们的人前来对你说 让坐给这一位吧 你就羞羞残残地退到末位上去了 你被请的时候 就去坐在末位上 好叫那请你的人来对你说 朋友请上坐 那时 你在同袭的人面前就有光彩了 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 自卑的必升为高 耶稣又对请他的人说 你摆设午饭或晚饭 不要请你的朋友 弟兄 亲属 和富足的邻舍 恐怕他们也请你 你就得了报答 你摆设言席 倒要请那贫穷的 残废的 瘸腿的 瞎眼的 你就有福了 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可报答你 到一人复活的时候 你要得着报答 同袭的有一人听见这话 就对耶稣说 在神国里吃饭的 有福了 耶稣对他说 有一人摆设大研席 请了许多客 到了做席的时候 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 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 众人一口同音地推辞 头一个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买了五对牛 要去试一试 请你准我辞了 又有一个说 我才娶了妻 所以不能去 那仆人回来 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 家主就动怒 对仆人说 快出去 到城里大街小巷 领那贫穷的 残废的 瞎眼的 瘸腿的来 仆人说 主啊 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 还有空坐 主人对仆人说 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偿我的言习 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 他转过来对他们说 人到我这里来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 妻子 儿女 弟兄 姐妹 和自己的性命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 跟从我的 也不能做我的门徒 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 不先坐下算计花费 能盖成不能呢 恐怕安了地基 不能成功 看见的人都笑话他 说 这个人开了工 却不能完工 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 岂不先坐下灼量 能用一万兵去敌那零两万兵来攻打他的吗 若是不能 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 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 这样 你们无论什么人 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 就不能做我的门徒 盐本是好的 盐若失了胃 可用什么叫他再咸呢 或用在田里 或堆在粪里 都不合适 只好丢在外面 由耳可听的 就应当听 路加福音 第十五章 众税吏和罪人都挨尽耶稣 要听他讲道 法利赛人和文士 私下一论说 这个人接待罪人 又同他们吃饭 耶稣就用比喻说 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 失去一只 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 去找那失去的羊 直到找着呢 找着了 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 回到家里 就请朋友邻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 较比为九十九个 不用悔改的一人欢喜更大 或是一个妇人有十块钱 若失落一块 岂不点上灯 打扫屋子 细细地找 直到找着吗 找着了 就请朋友邻舍来 对他们说 我失落的那块钱 已经找着了 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 我告诉你们 一个罪人悔改 在神的使者面前 也是这样为他欢喜 耶稣又说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儿子对父亲说 父亲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 过了不多几日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任意放荡 浪费资产 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 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 就穷苦起来 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 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 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莢充击 也没有人给他 他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向他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于是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乡离还远 他父亲看见 就动了瓷心 跑去抱着他的景象 连连与他亲嘴 儿子说 父亲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 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犊 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起来 那时 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 离家不远 听见坐乐跳舞的声音 便叫过一个仆人来 问是什么事 仆人说 你兄弟来了 你父亲因为得他 无灾无病地回来 把肥牛犊宰了 大儿子却生气 不肯进去 他父亲就出来劝他 他对父亲说 我服侍你这多年 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 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糕 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 但你这个儿子和仓妓 吞进了你的产业 他一来了 你倒为他宰了肥牛犊 父亲对他说 儿啊 你常和我同在 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 只是你这个兄弟 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所以我们礼当欢喜快乐 耶稣又对门徒说 有一个财主的管家 别人向他主人 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 主人叫他来 对他说 我听见你这是怎么样呢 把你所精管的交代明白 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 那管家心里说 主人辞我 不用我再做管家 我将来做什么 除地呢 无力 讨饭呢 怕休 我知道怎么行 好叫人在我不做管家之后 接我到他们家里去 于是把欠他主人债的 一个一个的叫了来 问头一个说 你欠我主人多少 他说 一百楼油 管家说 拿你的账 快坐下 写五十 又问一个说 你欠多少 他说 一百淡麦子 管家说 拿你的账 写八十 主人就夸奖着 不义的管家 做事聪明 因为金氏之子 在世事之上 较比光明之子 更加聪明 我又告诉你们 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 结交朋友 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 他们可以接你们 到永存的账目里去 人在最小的事上 忠心 在大事上 也忠心 在最小的事上 不义 在大事上 也不义 倘若你们在 不义的钱财上 不忠心 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 托付你们呢 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 不忠心 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 给你们呢 一个仆人 不能侍奉两个主 不是悟这个爱那个 就是重这个亲那个 你们不能又侍奉神 又侍奉马门 法利塞人是贪爱钱财的 他们听见这一切话 就吃笑耶稣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是在人面前 自称为义的 你们的心 神却知道 因为人所尊贵的 是神看为可憎恶的 律法和先知到约翰为止 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 人人努力要进去 天地废去 较比律法的一点一画落空 还容易 凡修妻另取的 就是犯奸淫 取备修之妻的 也是犯奸淫 有一个财主 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 天天奢华艳乐 又有一个讨饭的 名叫拉撒路 浑身生窗 被人放在财主门口 要得财主桌子上 掉下来的零碎冲击 并且狗来舔他的窗 后来那讨饭的死了 被天使带去放在 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也死了 并且埋葬了 他在阴间受痛苦 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 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 就喊着说 我祖亚伯拉罕啊 可怜我吧 打发拉撒路来 用指头尖沾点水 凉凉我的舌头 因为我在这火焰里 极其痛苦 亚伯拉罕说 儿啊 你该回想你生前想过福 拉撒路也受过苦 如今他在这里得安慰 你倒受痛苦 不但这样 并且在你我之间 有深渊限定 以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 是不能的 要从那边 过到我们这边 也是不能的 财主说 我祖啊 既是这样 求你打发拉撒路 到我父家去 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 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 免得他们也来到 这痛苦的地方 亚伯拉罕说 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 可以听从 他说 我祖亚伯拉罕呢 不是的 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到他们那里去的 他们必要悔改 亚伯拉罕说 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 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 他们也是不听劝 路加福音 第十七章 耶稣又对门徒说 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 但那绊倒人的 有祸了 就是把墨石 拴在这人的景象上 丢在海里 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 你们要谨慎 若是你的弟兄得罪你 就劝诫他 他若懊悔 就饶恕他 倘若他一天七次得罪你 又七次回转 说 我懊悔了 你总要饶恕他 使徒对主说 求主加增我们的信心 主说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棵桑树说 你要拔起根来 栽在海里 他也必听从你们 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 从田里回来 就对他说 你快来坐下吃饭呢 岂不对他说 你给我预备晚饭 树上袋子伺候我 等我吃喝完了 你才可以吃喝吗 仆人照所吩咐地去做 主人还谢谢他吗 这样 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 只当说 我们是无用的仆人 所做的 本是我们应份做的 耶稣往耶路撒冷去 经过撒玛利亚和加利利 进入一个村子 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 远远地站着 高声说 耶稣 父子 可回来我们吧 耶稣看见 就对他们说 你们去 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 内中有一个 见自己已经好了 就回来大神归荣耀与神 又俯伏在耶稣脑前感谢他 这人是撒玛利亚人 耶稣说 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 那九个在哪里呢 除了这外族人 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 就对那人说 起来 走吧 你的信救了你了 法利塞人问 神的国几时来到 耶稣回答说 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人也不得说 看哪 在这里 看哪 在那里 因为神的国 就在你们心里 他又对门徒说 日子将到 你们巴不得看见 人子的一个日子 却不得看见 人将要对你们说 看哪 在那里 看哪 在这里 你们不要出去 也不要跟随他们 因为人子 在他降临的日子 好像闪电 从天这边 一闪 直到到天那边 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 又被这世代弃绝 挪亚的日子怎样 人子的日子也要怎样 那时候的人 人又吃又喝 又取又驾 到挪亚 进方舟的那日 洪水就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又好像罗德的日子 人又吃又喝 又买又卖 又耕种又盖造 到罗德出所多玛的那日 就有火与硫磺 从天上降下来 把他们全都灭了 人子显现的日子 也要这样 当那日 人在房上 器具在屋里 不要下来拿 人在田里 也不要回家 你们要回想 罗德的妻子 凡想要保全生命的 必丧掉生命 凡丧掉生命的 必救活生命 我对你们说 当那一夜 两个人在一个床上 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两个女人一同推磨 要取去一个 撇下一个 门徒说 主啊 在哪里有这事呢 耶稣说 尸首在哪里 鹰也必聚在那里 鹿家福音 第十八章 耶稣设一个比喻 是要人常常祷告 不可灰心 说 某城里有一个官 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那城里有个寡妇 常到她那里 说 我有一个对头 求你给我伸冤 她多日不准 后来心里说 我虽不惧怕神 也不尊重世人 只因这寡妇 烦扰我 我就给她伸冤吧 免得她常来 缠磨我 主说 你们听着 不义直观 所说的话 神的选民 昼夜呼吁她 她纵然为他们 忍了多时 岂不终究 给他们申冤吗 我告诉你们 要快快地 给他们申冤了 然而 人子来的时候 遇得见世上 有信德吗 耶稣向那些 仗着自己是义人 藐视别人的 设一个比喻 说 有两个人 上殿里去祷告 一个是法利塞人 一个是瑞利 法利塞人站着 自言自语地 祷告说 神啊 我感谢你 我不向别人勒索 不义 奸淫 也不像这个瑞利 我一个礼拜 禁食两次 凡我所得的 都捐上十分之一 那瑞利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只垂着胸说 神啊 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我告诉你了 这人回家去 比那人倒算为义了 因为凡自高的 必降为悲 自卑的 必升为高 有人抱着自己的婴孩 来见耶稣 要他摸他们 门徒看见 就责备那些人 耶稣却叫他们来 说 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 不要禁止他们 因为在神国的正是这样的人 我实在告诉你了 凡要承受神国的 若不像小孩子 断不能进去 有一个观问耶稣说 良善的夫子 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 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除了神一位之外 再没有良善的 借命你是晓得的 不可奸淫 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 当孝敬父母 那人说 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耶稣听见了 就说 你还缺少一件 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 分给穷人 就必有财宝在天上 你还要来跟从我 他听见这话 就甚忧愁 因为他很富足 耶稣看见他 就说 唉 有钱财的人 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 骆驼穿过针的眼 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 听见的人说 这样 谁能得救呢 耶稣说 在人所不能的事 在神却能 彼得说 看啊 我们已经天下自己所有的 跟从你了 耶稣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神的国 撇下房屋 或是妻子 弟兄 父母 儿女 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 在来世不得永生的 耶稣带着十二个门徒 对他们说 看啊 我们上耶路撒冷去 先知所写的一切事 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 他将要被交给外邦人 他们要戏弄他 凌辱他 吐唾沫在他脸上 并要鞭打他 杀害他 第三日 他要复活 这些事门徒一样也不懂的 意思乃是隐藏的 他们不晓得所说的是什么 耶稣将进耶利哥的时候 有一个瞎子坐在路旁讨饭 听见许多人经过 就问是什么事 他们告诉他 是拿撒勒人耶稣经过 他就呼叫说 大卫的子孙耶稣啊 可怜我吧 在前头走的人就责备他 不许他作声 他却越发喊叫说 大卫的子孙 可怜我吧 耶稣站住 吩咐把他领过来 到了跟前 就问他说 你要我为你做什么 他说 主啊 我要能看见 耶稣说 你可以看见 你的信救了你 瞎子立刻看见了 就跟随耶稣 一路归荣耀与神 众人看见这事 也赞美神 路加福音第十九章 耶稣进了耶利哥 正经过的时候 有一个人 名叫撒该 做税立长 是个财主 他要看看 耶稣是怎样的人 只因人多 他的身量又矮 所以不得看着 就跑到前头 爬上桑树 要看耶稣 因为 耶稣必从那里经过 耶稣 耶稣到了那里 抬头一看 对他说 撒该 快下来 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 他就急忙下来 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 众人看见 众人看见 都私下一论说 他进到罪人家里去住宿 撒该站着 撒该站着对主说 主啊 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 我若讹诈了谁 就还他四倍 耶稣说 今天救恩到了这家 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 人子来 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 众人正在听见这些话的时候 耶稣因为将近耶路撒冷 又因他们 以为神的国快要显出来 就另设一个比喻 说 有一个贵胄往远方去 要德国回来 便叫了他的十个仆人来 交给他们十订银子 说 你们去做生意 只等我回来 他本国的人却恨他 打发使者随后去 说 我们不愿意这个人 做我们的王 他既德国回来 就吩咐叫那领银子的仆人来 要知道他们做生意 赚了多少 头一个上来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十订 主人说 好 良善的仆人 你既在最小的事上有忠心 可以有权柄管十座城 第二个来 主啊 你的一定银子已经赚了五钉 主人说 你也可以管五座城 又有一个来说 主啊 看啊 你的一定银子在这里 我把它包在手机里存着 我原是怕你 因为你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 主人对他说 你这恶仆 我要凭你的口定你的罪 你既知道我是严厉的人 没有放下的 还要去拿 没有种下的 还要去收 为什么不把我的银子交给银行 等我来的时候 连本带利都可以要回来呢 就对旁边站着的人说 夺过他这一钉来 给那有十钉的 他们说 主啊 他已经有十钉了 主人说 我告诉你们 凡有的 还要加给他 没有的 连他所有的 也要夺过来 至于我那些仇敌 不要我做他们王的 把他们拉来 在我面前杀了吧 耶稣说完了这话 就在前面走 上耶路撒冷去 将近伯法奇和伯大尼 在一座山名叫橄榄山那里 就打发两个门徒 说 你们往对面村子里去 进去的时候 必看见一匹驴鞠栓在那里 是从来没有人骑过的 可以解开千来 若有人问为什么解他 你们就说 主要用他 打发的人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解驴鞠的时候 主人问他们说 解驴鞠做什么 他们说 主要用他 他们迁到耶稣那里 把自己的衣服搭在上面 扶着耶稣骑上 走的时候 众人把衣服偷在路上 将近耶路撒冷 正下橄榄山的时候 住门徒因所见过的一切艺人 都欢乐起来 大声赞美神 说 奉主明来的王 是应当称颂的 在天上有和平 在至高之处有荣光 众人中 有几个法利赛人 对耶稣说 不辞 责备你的门徒吧 耶稣说 我告诉你们 若是他们闭口不说 这些石头必要呼叫起来 耶稣快到耶路撒冷 看见城 就为他哀哭 说 罢不得你在这日子 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 无奈这事 现在是隐藏的 叫你的眼看不出来 因为日子将到 你的仇敌必筑起土壘 周围环绕你 四面困住你 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 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 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 耶稣进了店 赶出里头做买卖的人 对他们说 经上说 我的店必做祷告的店 你们倒使他成为贼窝了 耶稣天天在店里教训人 祭司长和文士 与百姓的尊长 都想要杀他 但寻不出法子来 因为百姓都策耳听他 路加福音 第二十章 有一天 耶稣在店里教训百姓 讲福音的时候 祭司长和文士 并长老上前来 问他说 你告诉我们 你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 给你这权柄的是谁呢 耶稣回答说 我也要问你们一句话 你们且告诉我 约翰的洗礼 是从天上来的 是从人间来的呢 他们彼此商议说 我们若说从天上来 他必说 你们为什么不信他呢 若说从人间来 百姓都要用石头打死我们 因为他们信约翰是先知 于是回答说 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 耶稣说 我也不告诉你们 我仗着什么权柄 做这些事 耶稣就设比喻 对百姓说 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 租给园户 就往外国去住了许久 到了时候 打发一个仆人 到园户那里去 叫他们把园中 当纳的果子交给他 园户竟打了他 叫他空手回去 又打发一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了他 并且凌辱他 叫他空手回去 又打发第三个仆人去 他们也打伤了他 把他推出去了 园主说 我怎么办呢 我要打发我的爱子去 或者他们尊敬他 不料 园户看见他 就彼此商量说 这是承受产业的 我们杀他吧 使产业归于我们 于是把他推出 葡萄园外杀了 这样 葡萄园的主人 要怎样处置他们呢 他要来除灭这些园户 将葡萄园转给别人 听见的人说 这是万不可的 耶稣看着他们说 经上记着 匠人所砌的石头 以做了防角的头块石头 这是什么意思呢 凡掉在那石头上的 必要跌碎 那石头掉在谁的身上 就要把谁砸得稀烂 文士和祭司长 看出这比喻 是指着他们说的 当时就想要下手拿它 只是惧怕百姓 于是窥探耶稣 打发奸细 装作好人 要在他的话上 得把柄 好将他交在 巡抚的政权之下 奸细 就问耶稣说 父子 我们晓得你所讲所传 都是正道 也不取人的外貌 乃是成成实实传神的道 我们纳税给凯撒 可以不可以 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 就对他们说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 这像和这号是谁的 他们说 是凯撒的 耶稣说 这样 凯撒的物当归给凯撒 神的物当归给神 他们当着百姓 在这话上得不着把柄 又稀奇他的应对 就闭口无言了 撒都该人常说 没有复活的事 有几个来问耶稣说 父子 摩西为我们写着说 人若有妻 无子就死了 他兄弟当娶他的妻 为哥哥生子利后 有弟兄七人 第一个娶了妻 没有孩子死了 第二个 第三个 也娶过他 那七个人都娶过他 没有留下孩子就死了 后来妇人也死了 这样当复活的时候 她是哪一个的妻子呢 因为他们七个人都娶过他 耶稣说 这世界的人有娶有降 唯有算为佩德那世界 与从死里复活的人 也不娶也不嫁 因为他们不等再死 和天使一样 既是复活的人 就为神的儿子 至于死人复活 摩西在经级篇上 称主是亚伯拉罕的神 以撒的神 雅各的神 就只是明白了 神原不是死人的神 乃是活人的神 因为在他那里 人都是活的 有几个文士说 夫子 你说得好 以后 他们不敢再问他什么 耶稣对他们说 人怎么说 基督是大魏的子孙呢 诗篇上大魏自己说 主对我主说 你坐在我的右边 等我使你仇敌 坐你的脚凳 大魏既称他为主 他怎么又是 大魏的子孙呢 众百姓听的时候 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要防备文士 他们好穿长衣游行 喜爱人在街市上 问他们安 有喜爱会堂里的高位 研习上的手座 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 假意做很长的祷告 这些人 要受更重的刑罚 路加福音 第二十一章 耶稣抬头观看 见财主 把捐相投在库里 又见一个穷寡妇 投了两个小钱 就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穷寡妇所投的 比众人还多 因为众人 都是自己有余 拿出来投在捐相里 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 把她一切养生的 都投上了 有人谈论 圣殿是用美食 和供物装饰的 耶稣就说 论到你们所看见的这一切 将来日子到了 在这里 没有一块石头 留在石头上 不被拆毁了 他们问他说 夫子 什么时候有这事呢 这是将到的时候 有什么预兆呢 耶稣说 你们要谨慎 不要受迷惑 因为将来有好些人 冒我的名来 说 我是基督 又说 时候尽了 你们不要跟从他们 你们听见 打仗和扰乱的事 不要惊慌 因为这些事 必须先有 只是末期 不能历时就到 当时 耶稣对他们说 民要攻打民 国要攻打国 地要大大震动 多处必有饥荒 瘟疫 又有可怕的异象 和大神迹 从天上显现 但这一切的事已先 人要下手拿住你们 逼迫你们 把你们交给会堂 并且收在尖里 又为我的名 拉你们到 君王诸侯面前 但这些事 终必为你们的见证 所以 你们当立定心意 不要预先思想 怎样分速 因为我必赐你们 口才 智慧 是你们一切敌人 所敌不住 驳不倒的 连你们的父母 弟兄 亲族 朋友 也要把你们交官 你们也有被他们害死的 你们要为我的名 被众人恨恶 然而 你们连一根头发 也必不损坏 你们长存忍耐 就必保全灵魂 你们看见 耶路撒冷被兵围困 就可知道 他曾荒场的日子尽了 那时 在犹太的应当逃到山上 在城里的应当出来 在乡下的不要进城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因为这是报应的日子 使经上所写的都得应验 当那些日子 怀孕的和奶孩子的 有祸 因为将有大灾难降在这地方 也有震怒 临到这百姓 他们要倒在刀下 又被掳到各国去 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 直到外邦人的日期满了 日月星辰要显出异照 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 因海中波浪的响声 就荒荒不定 天势都要震动 人想起那将要临到世界的事 就都吓得魂不覆体 那时 他们要看见 人子有能力 有大荣耀驾云降临 一有这些事 你们就当挺身昂首 因为你们得熟的日子近了 耶稣又设比喻 对他们说 你们看 无花果树和各样的树 它发芽的时候 你们一看见 自然晓得夏天近了 这样 你们看见这些事 渐渐地成就 也该晓得神的国近了 我实在告诉你们 这世代还没有过去 这些事都要成就 天地要废去 我的话 却不能废去 你们要谨慎 恐怕因贪食 醉酒 并今生的思虑 泪住你们的心 那日子就如同网罗忽然 临到你们 因为那日子要这样 临到全地上 一切居住的人 你们要时时警醒 常常齐全 使你们能逃避 这一切要来的事 得以站立在 人子面前 耶稣每日在殿里 教训人 每夜出城在一座山 名叫橄榄山住宿 众百姓清早上圣殿 到耶稣那里 要听他讲道 路加福音 第二十二章 除教节 又名逾越节 尽了 祭司长和文士 想法子 怎么才能杀害耶稣 是因他们惧怕百姓 这时 撒旦入了那 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 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 他去和祭司长 并守殿官商量 怎么可以把耶稣交给他们 他们欢喜 就约定给他银子 他应允了 就找机会 要趁众人不再跟前的时候 把耶稣交给他们 除教节 需在逾越阳高的那一天 到了 耶稣打发彼得 约翰 说 你们去 为我们预备逾越节的筵席 好叫我们吃 他们问他说 要我们在哪里预备 耶稣说 你们进了城 必有人拿着一瓶水迎面而来 你们就跟着他 到他所进的房子里去 对那家的主人说 夫子说 客房在哪里 我与门徒好在那里吃逾越节的筵席 他必只给你们摆设整齐的一间大楼 你们就在那里预备 他们去了 所遇见的 正如耶稣所说的 他们就预备了 逾越节的筵席 时候到了 耶稣坐席 使徒也和他同坐 耶稣对他们说 我很愿意再受害乙仙 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筵席 我告诉你们 我不再吃这筵席 直到成就在神的国里 耶稣接过杯来 注谢了 说 你们拿这个 大家分着喝 我告诉你们 从今以后 我不再喝这葡萄汁 只等神的国来到 又拿起饼来 注谢了 就掰开 递给他们 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也应当如此行 为的是纪念我 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 说 这杯是用我写所立的新约 是为你们留出来的 看哪 那卖我之人的手 与我一同在桌子上 人子固然要照 所预定的去世 但卖人子的人 有祸了 他们就彼此对问 是哪一个要做这事 门徒起了争论 他们中间 哪一个可算为大 耶稣说 外邦人 有君王为主 治理他们 那掌权管他们的 称为恩主 但你们不可这样 你们里头 为大的 倒要像年幼的 为首领的 倒要像服侍人的 是谁为大 是作习的呢 是服侍人的呢 不是作习的大吗 然而我在你们中间 如同服侍人的 我在磨练之中 常和我同在的 就是你们 我将国赐给你们 正如我父赐给我一样 叫你们在我国里 坐在我的席上吃喝 并且坐在宝座上 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 主又说 西门 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筛你们像筛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你下奸 同你受死 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 不认得我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拆你们出去的时候 没有钱囊 没有口袋 没有鞋 你们缺少什么没有 他们说 没有 耶稣说 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 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 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 我告诉你们 经上写着说 他被列在罪犯之中 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 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 他们说 主啊 请看 这里有两把刀 耶稣说 够了 耶稣出来 照常往橄榄山去 门徒也跟随他 到了那地方 就对他们说 你们要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于是 离开他们 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 跪下祷告 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 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汗珠如大血点 逼在地上 祷告完了 就起来 到门徒那里 见他们 因为忧愁 都睡着了 就对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睡觉呢 起来祷告 免得入了迷惑 说话之间 来了许多人 那十二个门徒里 名叫犹大的 走在前头 就近耶稣 要与他亲嘴 耶稣对他说 犹大 你用亲嘴的暗号 卖人子吗 左右的人 见光景不好 就说 主啊 我们拿刀砍 可以不可以 那中有一个人 把大祭司的仆人 砍了一刀 削掉了他的诱饵 耶稣说 到了这个地步 由他们吧 就摸那人的耳朵 把他治好了 耶稣对那些 来拿他的祭司掌 和守殿官 并长老说 你们带着刀棒 出来拿我 如同拿强盗吗 我天天捅你们在殿里 你们不下手拿我 现在却是你们的时候 黑暗掌权了 他们拿住耶稣 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 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 一同坐着 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 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 就定睛看他 说 这个人 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 说 女子 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见他 说 你也是他们一党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 极力地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主转过身来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 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看守耶稣的人 戏弄他 打他 又蒙着他的眼 问他说 你是先知 告诉我们 打你的是谁 他们还用许多别的话 辱骂他 天一亮 民间的众长老 连祭司长 带文士都聚会 把耶稣带到 他们的公会里 说 你若是基督 就告诉我们 耶稣说 我若告诉你们 你们也不信 我若问你们 你们也不回答 从今以后 人子要坐在 神全能的右边 他们都说 这样 你是神的儿子吗 耶稣说 你们所说的是 他们说 何必再用见证呢 他亲口所说的 我们都亲自听见了 路加福音 第二十三章 众人都起来 把耶稣借到 比拉多面前 就告他说 我们见这人诱惑国民 禁止纳税给凯撒 并说自己是基督 是王 比拉多问耶稣说 你是犹太人的王吗 耶稣回答说 你说的是 比拉多对祭司长和众人说 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来 但他们越发极力地说 他山货百姓在犹太遍地传道 从加利利齐直到这里了 比拉多一听见 就问 这人是加利利人吗 既晓得耶稣属西律所管 就把他送到西律那里去 那时西律正在耶路撒冷 西律看见耶稣 就很欢喜 因为听见过他的事 久已想要见他 并且指望看他醒一见神迹 于是问他许多的话 耶稣却一言不答 祭司长和文士都站着 极力地告他 西律和他的兵丁 就藐视耶稣 系论他 给他穿上华丽衣服 把他送回比拉多那里去 从前西律和比拉多 彼此有仇 在那一天就成了朋友 比拉多传奇了 祭司长和官府并百姓 就对他们说 你们借这人到我这里 说他是诱惑百姓 看哪 我也曾将你们告他的事 在你们面前审问 并没有查出他什么罪 就是西律也是如此 所以把他送回来 可见他没有做什么该死的事 不死 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 众人却一起喊着说 这巴拉巴是因在城里 作乱杀人 下在尖里 比拉多愿意释放耶稣 就又劝咽他们 无奈他们喊着说 定他十字架 定他十字架 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 为什么呢 这人做了什么弱事呢 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 所以我要责打他 把他释放 他们大声催逼比拉多 求他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他们的声音就得了圣 比拉多这才照他们所求的定案 把他们所求的那作乱杀人 架在尖里的施放 把耶稣交给他们 任凭他们的意思 待耶稣去的时候 有一个鼓励那人西门 从乡下来 他们就抓住他 把十字架搁在他身上 叫他背着跟随耶稣 有许多百姓跟随耶稣 内中有好些妇女 妇女们为他嚎啕痛哭 耶稣转身对他们说 耶路撒冷的女子 不要为我哭 当为自己和自己的儿女哭 因为日子要到 人必说 不生育的和未曾怀胎的 未曾如养婴孩的 有福了 那时人要向大山说 倒在我们身上 向小山说 遮盖我们 这些事既行在 有汁水的树上 那枯干的树 将来怎么样呢 又有两个犯人 和耶稣一同带来处死 到了一个地方 名叫奴楼地 就在那里 把耶稣定在十字架上 又定了两个犯人 一个在左边 一个在右边 当下耶稣说 父啊 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兵丁就粘究分他的衣服 百姓站在那里观看 官府也吃笑他 说 哈哈 他救了别人 他若是基督 神所拣选的 可以救自己吧 兵丁也戏怒他 上前拿醋送给他喝 说 哈哈哈哈 你若是犹太人的王 哈哈 可以救自己吧 在耶稣椅上 有一个牌子写着 这是犹太人的王 那同定的两个犯人 有一个计较他 说 你不是基督吗 可以救自己和我们吧 那一个就应声责备他 说 你竟是一样兽刑的 还不怕什么 我们是应该的 因我们所受的 与我们所做的相衬 但这个人没有做过一件不好的事 就说 耶稣啊 你德国降临的时候 求你纪念我 耶稣对他说 我实在告诉你 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 那时约有五正 遍地都黑暗 直到深处 日陶变黑了 殿里的曼子从当中裂为两半 耶稣大声喊着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百夫长看见所成的事 就归荣耀与神 说 这真是个义人 聚集观看的众人 见了这所成的事 都垂着胸回去了 还有一切 与耶稣熟识的人 和从加利利 跟着他来的妇女们 都远远地 站着看这些事 有一个人 您叫约瑟 是个义士 为人善良公义 众人所谋所为 他并没有服从 他本是犹太 在亚历马太城里 素肠盼望神国的人 这人去见比拉多 求耶稣的身体 就取下来 用细麻布裹好 安放在石头凿成的坟墓里 那里头从来没有葬过人 那日是预备日 安息日也快到了 那些从加利利和耶稣 同来的妇女 跟在后面 看见了坟墓和她的身体 怎样安放 他们就回去 预备了香料香膏 他们在安息日 便遵着诫命安息了 路加福音 第二十四章 七日的头一日 黎明的时候 那些妇女 带着所预备的香料 来到坟墓前 看见石头已经从坟墓滚开了 他们就进去 只是不见主耶稣的身体 正在猜疑之间 忽然有两个人站在旁边 衣服放光 父女们惊怕 将脸伏地 那两个人就对他们说 为什么在死人中找活人呢 他不在这里 已经复活了 当纪念他还在加利利的时候 怎样告诉你们 说人子必须被交在罪人手里 顶在十字架上 第三日复活 他们就想起耶稣的话来 便从坟墓那里回去 把这一切事告诉十一个使徒和其余的人 那告诉使徒的就是摩达拉的玛利亚和约亚拿 并雅各的母亲玛利亚 还有与他们在一处的妇女 他们这些话 使徒以为是胡言 就不相信 彼得起来 跑到坟墓前 低头往里看 见细麻布独在一处 就回去了心里稀奇所成的事 正当那日 门徒中有两个人往一个村子去 这村子名叫伊玛伍斯 离耶路撒冷约有二十五里 他们彼此谈论所遇见的这一切事 正谈论相问的时候 耶稣亲自救进他们 和他们同行 只是他们的眼睛迷糊了 不认识他 耶稣对他们说 你们走路彼此谈论的是什么事呢 他们就站住 脸上带着愁容 二人中 有一个名叫戈琉巴的回答说 哎 你在耶路撒冷做客 还不知道这几天 在那里所出的事吗 耶稣说 什么事呢 他们说 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 他是个先知 在神和众百姓面前 说话行事都有大能 祭司长和我们的官府 竟把他借去 定了死罪 定在十字架上 但我们素来所盼望 要属以色列民的就是他 不但如此 而且这是成就 现在已经三天了 再者 我们中间有几个妇女 使我们惊奇 他们清早到了坟墓那里 不见她的身体 就回来告诉我们 说看见了天使显现 说她活了 又有我们的几个人 往坟墓那里去 所遇见的 正如妇女们所说的 只是没有看见她 耶稣对他们说 无知的人啊 先知所说的一切话 你们的心信得太迟钝了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于是从摩西和众先知起 凡经上所指着自己的话 都给他们讲解明白了 将进他们所去的村子 耶稣好像还要往前行 他们却强留他 说 时候晚了 日头已经平息了 请你同我们住下吧 耶稣就进去 要同他们住下 到了做席的时候 耶稣拿起饼来 住下了 摆开 递给他们 他们的眼睛明亮了 这才认出他来 忽然 耶稣不见了 他们彼此说 在路上 他和我们说话 给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 我们的心 岂不是火热的吗 他们就立时起身 回耶路撒冷去 正遇见 十一个使徒 和他们的同人 聚集在一处 说 主果然复活 已经献给西门看了 两个人就把路上所遇见 和掰饼的时候 怎么被他们认出来的事 都述说了一遍 正说这话的时候 耶稣亲自站在他们当中 说 愿你们平安 他们却惊慌害怕 以为所看见的是魂 耶稣说 你们为什么愁烦 为什么心里起一念呢 你们看我的手 我的脚 就知道实在是我了 摸我看看 魂无骨无肉 你们看 我是有的 说了这话 就把手 就把手和脚 给他们看 他们正喜得不敢信 并且稀奇 耶稣就说 你们这里有什么吃的没有 他们便给他一片烧鱼 他接过来 在他们面前吃了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说 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上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 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 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耶稣领他们到伯大尼的对面 就举手给他们祝福 正祝福的时候 他就离开他们 被带到天上去了 他们就拜他 大大的欢喜 回耶路撒冷去 常在殿里称颂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